三名国中举重队参加110年全国青年杯建立锦标赛 16位参赛选手却夺得了23面的金牌 11面银牌等多项的殊荣 其中荣获国中男子组团体冠军和国中女子组团体冀军 而在选手个人方面攻破了5项全国纪录 黄信瑜也荣获了国中女子组最佳举者 洪俊燕则是获得了国中男子组最佳举者 成绩可以说是相当耀眼 大家加油啊 破纪录 三名国中举重队选手黄信瑜挑战63公斤 及蹲举170.5公斤挑战成功破大会纪录 更拿下了冠军 这是110年全国青年杯建立锦标赛 三名国中举重队派出了16位的选手参加 大部分的选手都是第一次来参赛 不过却拿下了23面的金牌 11面银牌等多项殊荣 有破了五项全国纪录 那我们荣获了国男组的团体冠军 跟国女组的团体聚集 大致上表现的都是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可圈可点 那我是希望他们后面要继续加油 三名国中举重队有16人 这次经过教练的调整 每位选手都出赛 在选手个人方面 共破了五项的全国纪录 洪信云荣获国中女子组最佳局者 洪俊燕则是荣获国中男子组最佳局者 带着两个弟弟一起来比赛 非常开心 在比赛的时候 去年比赛的时候会一些紧张 因为第一次比那个坚定 然后坚定里面有很多就是有苦力 如果一个失误的话 就那一把就失败了 就取消这样子 然后他说 然后到个第二次比赛的时候 一直不断在练习 然后一直去听家 去听家庭怎么讲 然后怎么去做这样子 然后怎么去听那些口音 这样子 然后后面 到后面说就慢慢不会紧张 然后就按照平常情绪 然后也破了自己个人最佳成绩 另外一位潘湘云也破了大会的两项记录 分别是84公斤级的硬举以及总和 甜美的笑容看不出来 可是非常热爱举重 虽然阿嬷曾经不支持她 但是潘湘云的努力也感动了家人 我这次拿到三斤一银 好厉害哦 两个破全国记录 教练表示这些选手们的表现非常的棒 虽然他们牺牲掉每个周休假期 甚至是过年期间也都在练习 但是他们的表现真的是很值得 接下来所有选手们的目标都放在全中运 一刻都不松懈 隔天选手们也将展开训练 应战全中运 记者高双双 玉政策宝博斗 谢谢大家